大家好,我是小K 在二战之后 美苏进入到了冷战阶段 在军备上主要从两个方面开始较劲 一个是以导弹为主的核军备竞赛 另一个就是来争夺航天实力的最高地位 1957年10月4日 苏联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 送上了运行轨道 美国晚了三个多月 输了一局 于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就决定要玩把大的 在1960年的7月 宣布启动阿波罗计划 计划的最初目标 是要将美国的宇航员送入到月球的轨道 1960年10月 肯尼迪当选为美国的第35任总统 早在竞选的时候 他就向选民放话说 如果我当选 我就一定让美国在太空探索和导弹防御上 全面的碾压苏联 但是当选之后的肯尼迪 对当时美国的航天发展状况 并没有多少了解 当时航空航天局的局长 詹姆斯韦伯 又经常的去找他苦穷 要求NASA年度的财政预算 再增加30% 这时候肯尼迪才发现 太空项目实在是太烧钱 就告诉NASA 先从基础做起 加快打型推进器的研发工作 那其他的重大项目 就先缓一缓 五个月之后 1961年4月12日 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飞船升空 成了人类第一个太空人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让全美从上到下都受到了巨大的刺激 更让肯尼迪想起了 当时自己对选民的豪言壮语 侮辱性极强的打脸来的这么快 简直就是如莽慈悲如坐针毡 就在1961年5月25日向全世界正正宣布 将阿波罗计划的目标进行重大调整 把宇航员送入月球轨道 直接改成在70年代之前 让美国人站在月球上 消息一出 全世界都十分震惊 那最震惊的就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当时的NASA从高层领导 到研究人员专家 没有人知道用什么样的技术 用多大的运载火箭来把人送上去 也更没有人知道 如何进行月球的软着陆 并且还要把人给带回来 但是从那一刻起 美国就举全国之力 开始筹划登月计划 1966年 美国宇航局将第一颗多级火箭土星1号 升级成了更强大的土星1B 位于火箭顶部的载人太空舱 编号是CM012 也就是阿波罗1号 NASA将计划的发射日期 定在了1967年的2月21日 参与这次航天任务的 一共有三名航天员 指令长维吉尔格里森 高级驾驶员爱德华怀特 以及31岁的新任驾驶员 罗杰扎飞 如果这次发射任务成功 罗杰扎飞将会成为 有史以来进入太空中 最年轻的美国人 1967年1月27日下午1点 三名宇航员 寿命将进行一次 航天驱和火箭之间的 GX机用测试 为正式起飞 进行舱内演习 宇航员们一进到太空舱里 先是闻到了氧气罐当中 散发出了一股恶臭的味道 紧接着高氧气流量的警报 就响了起来 通讯系统也出现了问题 逐个排查解决之后 各队员又躺卧在他们的座椅上 继续来完成 他们将要在太空中 进行的项目清单 下午6点31分 测试指挥准备开始倒计时 就在这时 舱里全长50多公里的线路当中 某一处因为磨损 产生了一个极其微小的火花 随后瞬间点燃了旁边的电线 原来为了最大限度的减轻重量 阿波罗一号只有6立方米的太空舱空间里 采用了100%纯氧的单气体环境 我们知道氧气虽然不可燃 但是它的助燃性很强 只要有可燃物 微小的火花瞬间就会化身成爆裂的火焰 比如铝条就会在纯氧当中 可以像木头一样燃烧 源源不断的纯氧 让大火在狭小的太空舱里肆意妄媒 此时地面的通讯只听到了一句恐怖的呼叫声 驾驶舱内着火了 随即通讯就在一声痛楚的惨叫声中结束 仅仅17秒 三名宇航员全部丧生 你可能会奇怪 只是模拟彩排又没有升空 他们为什么不去逃生呢 阿波罗一号太空舱是两件式舱盖的设计 内舱盖是按照国际设计的标准向内开启的 目的是在太空飞行时 利用舱内的气压来进一步封闭舱盖的空隙 并且如果想要打开舱盖 需要队员们先松开好几个门栓 而即便是门栓开启 此时的大火产生的热空气高压 也无法依靠人力来打开紧闭的舱盖 这是已经到达现场的急救人员面临着相同的困境 他们花了整整五分钟才打开舱门 其实在之前的演习当中 队长格里森和队员就已经发现了 机舱内的易燃材料数量太多 并且向上级反映过 更恐怖的是 宇航员也曾经报告在机舱内 在机舱内还发现了磨损的电线和短路的现象 但是这些并没有引起阿波罗计划办公室的注意 因为此时距离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最终期限已经不到四年 巨大的压力让NASA和承包商 北美航空公司大大的降低了安全方面的标准 而是更加偏向了性能和实用性 灾难发生之后 阿波罗计划被暂停 随后的两次阿波罗任务也被取消 阿波罗登月的太空舱被重新设计并进行了改造 1969年7月16日 土星5号超重型运载火箭载着阿波罗11号飞船 从肯尼迪航天中心点火升空 跨过了38万公里的征程 承载着全人类的梦想 终于在1969年的7月20日踏上了月球表面 美苏的太空竞赛在此刻也达到了白热化的巅峰 不过直到今天 美国登月造假的阴谋论依然存在 那真相到底是什么 想要了解具体情况的同学可以在这一期来找到答案 阿波罗计划的成功实施 也把巨大的压力又推回到了苏联人的身上 但是苏联一想 耗费全国之力开展登月计划 即便是真的成功了 那也是不美国的后尘 费力费钱不讨好 依然是个loser 于是又决定 还是要发挥自己的强项 依然在地球的周围下功夫 研发空间站 1971年4月19日 空间站礼炮一号被成功的送进了金地轨道 为了赶在美国人前面建立首个太空基地 三天之后 改进型的联盟10号载人飞船 就搭载着三位宇航员飞向了世界上第一个空间站 4月23日 联盟10号飞船接近了礼炮一号 但是在对接时 却出现了意外 飞船与礼炮一号之间 有9厘米的间距总是无法闭合 宇航员们尝试手动打开舱门也没有成功 这次对接以失败告终 6个小时后 联盟10号返回了地球 经过改良和调制之后 1971年的6月6日 更先进的联盟11号再一次飞向太空 这一次苏联人成功了 第二天 三名宇航员就顺利的登上了礼炮一号 并开始了为期三周的太空生活实验任务 代表人类首次进入空间基地 这让苏联在太空竞赛当中终于扳回一局 太空任务成功结束之后 联盟11号在6月29日启动了返回程序 6月30日凌晨时分 在着陆前的29分钟 联盟11号高度168千米 随后返回舱与轨道舱分离进入大气层 并以数千米每秒的速度 与大气发生剧烈的摩擦 并产生出2000多度的火焰 此时的气体和返回舱表面 被烧食的防热材料会发生电离 在返回舱周围形成一层等离子区 这会造成无线电通信极大的衰减 导致地面与飞船之间的无线电通信中断 中断联络七分钟之后 地面终于在雷达上发现了返回舱的踪迹 最后的着陆过程与位置 与预想的一样 任务控制中心心细细若狂 附近待命的回收小组 不到两分钟就冲到了联盟11号前面 并开始敲打船体 期盼着英雄的回归 但是敲打没有得到回应 而当他们打开舱门时 惊恶的表情出现在了救援人员的脸上 三名宇航员都瘫到在地一动不动 他们的脸上布满了 看起来像是瘀伤的黑斑 血液顺着他们的鼻子和耳朵流出体外 其实宇航员们在20分钟之前 就已经死掉了 在进入大气层之前 返回舱与轨道舱之间 有12组炸药会按照顺序来引爆 使得两者进行分离 随后轨道舱被抛弃 返回舱进入大气层 然后着陆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本该顺序爆破的12组炸药同时爆炸 连接轨道舱和返回舱的换气阀门被震开 导致了返回舱的封闭性能被破坏 舱压急剧下降 短短35秒之后 返回舱内的气压就几乎降到了零 更重要的是 由于返回舱空间的限制 宇航员们是无法穿着宇航服进入到舱内的 这意味着三名宇航员 此时此刻相当于置身于真空的太空环境当中 宇航员的肺部空气迅速膨胀 撑破了他们的肺 同时耳膜也因为气压而破裂 人体内外气压急速变化 也导致了他们的血液和其他的体液沸腾气化 在短短110秒的时间内 三名宇航员全部遇难 有了这次航天灾难的教训 以后的每次航天发射 各国宇航员都会穿上舱内的航天服 直到与空间站成功对接之后才能拖下来 而美国这边 耗资巨大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结束之际 还沉溺在太空探索激情中的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认为需要建设一种 可以重复使用的航天运载工具 1972年1月 美国把航天飞机空间运输系统的研发 正式的列入了计划 人类进入到了航天飞机的时代 航天飞机与传统的火箭卫星和飞船相比 具有很多的优势 不仅拥有更高的可靠性 还可以重复使用 而且执行任务较为灵活 可以满足发射各种轨道的卫星和星际探测器 甚至哈勃空间望远镜坏了 都要发射航天飞机去进行整修 可尽管航天飞机具有很好的可靠性 但是最终还是被美国放弃使用 永久性的退役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哥伦比亚号的第28次飞行 1981年4月 人类第一架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发射升空 22年后 2003年1月16日 它迎来了服役生涯当中第28次的飞行任务 和之前的27次一样 发射非常顺利 7名宇航员执行了为期16天的任务 并成功地进行了大约80项的科学和研究实验 2003年2月1日到了机组人员返回家园的时候 哥伦比亚号按照计划重返大气层 在距离地面60公里的飞行高度时 传感器记录到了航天飞机左翼承受的英力异常 但是这组数据直接被发送到了一个内部的记录器当中 机组人员和地面的控制器都没有发现 阻力增加开始导致轨道器向左偏航 但是轨道器的飞行控制系统纠正了这个问题 这让机组人员完全忽略了潜在的致命威胁 上午9点左右期待着哥伦比亚号光荣返航的美国人 却在德克萨斯州中北部的天空中看到了一团烈火 随后发现有碎片开始掉落 此时的NASA指挥中心发现 哥伦比亚号飞机左翼的四个温度监测机出现了严重的故障 随后就与哥伦比亚号失去了联系 紧接着巨大的爆炸声划破天际 哥伦比亚号彻底解体 爆炸产生的超高温让机舱内的七名宇航员瞬间气化 作为事故的例行审查 美国宇航局的工作组反复查看了哥伦比亚号进入到轨道之后的视频 却没有找到事故的原因 直到第二天 人们才在发射视频当中看到了一块白色的物体从外部的油箱上脱落了下来 并在航天飞机进入轨道时落在了左翼上 这是一小块泡沫的绝缘板 它在脱落之后直接撞穿了左侧机翼的强碳隔热板 导致左侧机翼出现了一个小洞 随后发射的航天飞机上升处于高压环境 泡沫装机后瓦解成了更小的碎片 这意味着哥伦比亚号是带着巨大的隐患进入到太空的 因此在任务结束之后 返航的过程当中 与大气层产生剧烈的摩擦 超过1400摄氏度的高温气体通过这个小洞进入到机翼 不断破坏着机翼的隔热板 最终在高温的环境下达到了临界点之后 哥伦比亚号整个机翼全部瓦解 但是一块泡沫真的可以撞穿哥伦比亚号的机翼吗 航天飞机的机体外层盖的碳纤维隔热板 可以耐受1650度的高温 但是却很容易破碎 经不起撞击 科学家通过模拟测试的结果显示 一块1.6颗的泡沫 在高速运动之下 就可以将哥伦比亚号的隔热板 撞出一个25厘米宽的大洞 从此以后 航天飞机的发射暂停了两年多 并在所有航天飞机上都安装了一个机械臂 用来检查是否有外部的损坏 后来美国又进行了22次的航天飞机发射任务 最终在2011年彻底终止了航天飞机计划 而哥伦比亚号的解体 并不是航天飞机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空难 早在这次灾难发生的16年前 就曾给美国人带来了一场更为恐怖的噩梦 1986年1月28日上午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 这是它的第十次飞行任务 航天飞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在上升段和再入段的过载比较小 这意味着 即便是没有经过严格空间飞行训练的普通人 也可以参加空间活动 这个特点赋予了本次飞行任务 一个非常特殊的意义 在七名机组人员当中 有一位女教师叫做克里斯塔·麦考利夫 他将成为首位进入太空的普通美国人 麦考利夫还计划将在太空中为学生们直播讲课 在发射现场数百人和电视机前百万民众的瞩目下 在克里斯塔的家人和学生们的自豪和期待当中 挑战者号第十次点火升空 但没人注意到的是 右侧的固体火箭推进器冒出了一股黑烟 这意味着连接固体火箭推进器的O型密封圈失效了 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故障 73秒之后 价值12亿美元的挑战者号 在空中发生了爆炸 游人生火 相比于哥伦比亚号的七名被高温瞬间气化的宇航员 挑战者号上的七名机组人员在死亡之前则承受了更多的恐惧 爆炸是发生在船员舱下方大约77米的地方 爆炸发生之后 航天飞机在解体的过程当中 机组人员并没有被立刻杀死 同时由于船员舱的足够坚固 整体并没有受到损坏 但是最终 船员舱以大约334千米的时速 猛烈的撞击在了海面 导致了超过200G的瞬间减速 这远远超过了船员舱的结构承受极限 也超过了人员的存活极限 根据死亡解剖证据 宇航员的死因已被判明为 坠落时舱体与海面的重击而造成的死亡 遗憾的是机组人员经历了整个过程 同时数百万人在惊恐当中 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 而这些著名的航空灾难 只是我们能够知道的一小部分 在苏美太空竞赛的那段时间里 航空灾难远远不像我们所了解的那么稀少 据一位从事空中交通管制工作的 推移美国空军投落 在60年代末 载人航天技术发展的初期 他们会经常接收到来自苏联宇航员的求救信号 这些太空人被送入到太空之后 可能处于某些故障 无法返回地面 最后只能永无止境地环绕在地球的轨道上 直到他们的氧气耗尽 最终死亡 而在那个时代 全人类也没有能力和技术 去发射任何可以拯救他们的东西 但是这些惨痛代价的背后 是人类探索太空取得的开拓性的成果 20世纪60年代 美苏在太空竞赛当中为了拿到头彩 无形当中也加速了 载人航天计划的实施和定制 对整个人类的航天技术和发展 都有着巨大的正面意义 所以无论是哪个国家 这些宇航员们 都是值得我们尊重的英雄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我是小K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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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